這時候再度擴大 感染源疑似就是北部的親友 母親節男家一起吃大餐 造成外婆確診 傳染給女婿還有外孫 而外孫又傳染給太太 還有8個月大的女兒 總共5人確診 炸雞店 飲料店 素食餐廳 全部拉下鐵門 暫停營業 大消毒 附近店家也都掃到烘台味 因為小港區家庭感染擴大 6號又新增 2人確診 當時是指家庭群聚的狀況 那現在擴大成為家族群聚 6號新增的確診者 是家族裡的外婆 擔任公屬志工 她傳染給女婿 和已經通報確診的外孫 外孫又傳染給太太 和8個月大女兒 感染源疑似是北部直系親屬 母親節南下一起吃大餐 一傳舞 造成家族群聚匡列227人 感染源到底是誰 還要進一步疫調確認 而新竹科技場出現群聚感染 坦南則是仍得傳產老闆確診 50多歲 因為接觸花蓮確診客戶 沒戴口罩被傳染 匡列9人 另一名永康區60多歲富人 則是去台北醫院看病 為了方便回診住在親友家 結果親友一家4口都確診 富人也被傳染 足跡比較單純 匡列2人 就怕工業區和科技園區 變成病毒溫床 台南市政府將針對南科 曾經去過新北苗栗等 高風險地區員工造車快篩 每天可以篩檢1500人 下一波目標鎖定工業區 全力防堵疫情擴散 記者來觀賞王書宏 從台南高雄到